最近九點十字路口 黑色休旅車一路逆向撞去 想把兩輛機車騎士乘客撞飛 接著再撞上後方的公車 目擊民眾全嚇壞了 休旅車的車頭全爛 被撞的機車側躺路面 公車駕駛機車打回站上 請求支援車輛 撞擊聲響有夠大聲 事故怎麼發生的 事發地點就在新莊的 福人大學校門口外 當時這名女性男子聲稱說 因為前一晚沒有睡好 一早載著小朋友去上課之後 由於精神不計開車 才會逆向撞 而現場還遺留下被害人的機車 招式駕駛聲稱前一晚沒有睡好 在小孩上課後 自己準備上班 卻疲勞駕駛 車子逆向撞過去 撞擊兩輛機車 一台公車 事故造成肇事的理性駕駛 送信騎士以及雙載機車 一共四人受傷送醫 幸好被撞擊的民眾都沒有大礙 精神不計開車 一個謊神出狀況 害人害己 記者徐志民受講 新媒體報導